随了國片卡諾上映 又掀起電影場景的熱潮 劇中日本工程師八田羽衣 建設嘉南道郡的場景 就選在台南烏日投水庫跟修復的八田宅來拍攝 這三年連假立刻吸引許多遊客湧入 附近的農場也趁機提供和服出租服務 生意大增 因為地處偏遠 平時遊客不多的烏山投水庫 二二八連假提防上卻滿滿散佈人潮 尤其修復的八田宅 更是遊客搶著參觀的地方 原來國片卡諾上映 劇中八田羽衣 建設嘉南大順的歷史場景 就是在烏山投水庫 電影場景也同樣在這裡拍攝 有遊客來回味電影場景 也有人還沒看電影 就想先來了解這段歷史 之前就知道這個故事 這應該台灣人都要知道 烏山投水庫人群雜踏 一旁的農場也因此受惠 百花齊放的園區 搭配和服出租 吸引民眾拍照 在隔壁烏山投過來的人潮 讓我們業績成長的三成 因為在烏山投的話 可能逛的地方比較少 但是客人看過那邊之後 會再過來我們這邊做賞花 隨著國片上一天數增加 業者期望有更多遊客到來 今天園區則提醒遊客 八田宅是園區四棟日式建築之一 但園區每週只開放一棟 民眾行前最好先打電話確認 記者台南報導